各位早晨,7月21日 昨晚美股方面全线延续反弹 升幅介乎0.1至1.5%之间 不过昨日收市后 之前港股一直上来 都是受着内地方面的经济刺激消息和政策带动 但昨天李克强说 不会为过高经济增长目标 而出台超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昨天中概股开始转回跑输了美股 美股反弹,但也不是拉升得太多 反而还是偏远的格局 所以这里就要去关注市 继续向下调整的风险 目前恒生指数之前跌穿了2万078点 其实穿了6月中的底 开展了一个向下破的过程 而这几天反弹到去都不够2万1 去到2万1的关口 其实都已经是受压再下来 所以都要继续慎防市调整的风险 短期上来说 但是之前是3月和5月做了两个低位 5月底是去到19,300 之后如果用3月的低位万八来计 再破的机会相对上比较小一点 但现在延续向下调整 而其实距离那里还有一些距离 所以关注短期上的市场 上年还是一个波动震荡的行情里面